- 歡迎收看今天的 好想講英文 我是Noah 不用講了 我們後製都會剪掉 不用講 歡迎收看今天的 好想講英文 今天我們來到這邊 你看這邊這麼多顏色五顏六色的 花花綠綠的 我們知道講什麼 OK 讓我來跟你講 今天我們是要來跟大家介紹 怎麼用英文形容一個人的外型 好膚淺喔 他就這樣子 不是 其實是有人在YouTube上有留言 可不可以請我們告訴他 用英文形容一個人的外型 今天就要先從 當你看到一個人的時候 他最外層來開始講 外層 年齡啦 就是age 他看到的外觀 那他外觀是什麼呢 先講年齡 年齡 年紀 中年人 middle age 然後呢 如果你要形容老年人的話 我們可以說 older gentleman 或者是older woman 那你也可以說elderly 但是我們用這樣的方法 去稱呼他們會不會不禮貌 不會 這是非常有禮貌 第二個要講皮膚顏色 skin color 像我的皮膚可能就是light skinned 如果你可能要形容一個女生 又白又非常漂亮 那你可以說fair skin 他的皮膚比較黑 叫做dark skin 那我呢 我比他更黑我要叫什麼 也是dark 但是比方說你的皮膚黑的原因 是因為你曬太陽 你可以說he's very tan tan就是被太陽曬到黑 像這個又紅又暗塵 好像超會大一點 誰給你暗塵 你差暗塵 我這次曬過太陽 健康的膚色好不好 小麥色 懂不懂 那講完膚色呢 我們就要講整體的嘛 比如說你的身高多高啊 那怎麼講 形容一個身高高還胖的時候 你的體態是如何 就是你的height or size 像我比他們多高 那我們兩個也差不多 你應該最矮啦 你還墊那個枕頭 那你就是short 我只是腿長 對他腿長 反正他就是short 那如果是i 但是又真的很小字的話 你可以說他是little 那像我們這邊可能平均身高 大概男生一百七十幾上下對不對 那可以說average sized 平均的身高 那當然還有body type 那我們先從比較小字的來講 使用女生非常嬌小 可以說petite 那像你們其實沒有特別小 但是你非常瘦 那你可以說he's skinny or he's thin 那你是什麼 那我可能就比較大字 也許可以說I'm big bone 股價大 股價大 或者是large 或者是huge 對 如果要形容一個人比較胖一點的話 不要說he's fat 因為這樣不禮貌 沒禮貌 沒錯 你可以說he's chubby chubby chubby就是比較親切一點的講法 比較圓潤一點的感覺 就是像我們可能會講 夯鈴夯鈴那種可愛又有很胖胖的那種感覺 夯鈴夯鈴的感覺 但不是肥胖 夯鈴 夯鈴 我們現在趕快來講那個髮型 你有沒有發現我今天有特別settle一下 比較Q一點 對 髮型也很重要 沒錯 讓我們來講hairstyles 像你這種短髮 就是short hair 那像他的頭髮就很長 就是long hair 導播 Key一下你自己的照片 啊 導播 但我們其實前面呢 這邊有很多不同的髮型 沒錯 我們可以來討論一下就是什麼不同的髮型 OK 好那比方說這個QQ的curly hair 就是卷髮 對 有沒有 straight hair Straight hair 這算straight 這個算straight hair 直髮 對直的 平常一般講像直髮跟長髮 沒錯 那如果你沒有頭髮呢 就需要直髮 對 你沒有頭髮就需要直髮 你沒有頭髮要叫什麼呢 沒有頭髮 沒有頭髮就是bald 沒錯 那如果可能就是快要就是掉光光呢 就是thinning hair 就是稀疏的髮絲的時候 thinning thinning hair thinning hair 沒錯 還有什麼樣的髮型呢 那我們來講一些顏色好了 OK 顏色 比方說黑色就是dark hair dark hair 棕色就是brown hair brown hair有時候也可以說brunette brunette 對 brunette是什麼 brunette就是也是 像大概像這個顏色 通常是形容在女生上面 那我知道還有人是紅頭髮對不對 就是red head red hair 不是red hair 我們紅頭髮的就叫做red head red head 紅頭 紅頭髮呢還有什麼 就是 還有金的blonde 金的 blonde hair blonde hair 沒錯 那可能像這個 就是老人就會銀髮族 gray hair gray hair gray hair or white hair 講完頭髮呢 我知道其實有些頭髮的顏色 跟我們人的眼睛也是有關聯的 所以眼睛顏色怎麼說 let's talk about eye colors ey colors ey colors 沒錯正常 比較多人有的就是brown 像我們亞洲人幾乎都是brown 就是比較深的brown dark brown 有時候也有hazel hazel hazel hazel就是很淺的棕色 像我媽媽是綠色的 green 那像我們剛剛加完了這麼多外型的形容詞 那怎麼派上用場 對 當你把這些單字用在一個句子裡面的時候 use it in a sentence 通常我們順序就是你的外型再加上你的年齡 然後是男生還是女生 然後呢加一個with 後面就是一些比較detail的形容詞 對 用with去做連接 沒錯 有一點我想要提醒大家 就是當我們在講一個人是blonde的時候 在一些歐美地區 如果你說一個人是blonde 除了有時候在形容他的頭髮 有時候還會講說他可能是比較不聰明 比較笨一點 比較大一點 所以千萬不要說she is a blonde 你如果要形容他的頭髮是金髮的話 你可以在前面再加幾個形容詞 比方說你可以說she is a tall blonde 或者she is a skinny blonde 那男生的話呢 男生你就說he has blonde hair就好了 OK 好這就是我們今天的 好想講英文 那如果你喜歡我們今天這一集內容的話 請記得幫我們按讚訂閱加分享出去 今天是這樣子 那我們下次見 拜拜 那像這隻猴子應該要叫做 Brown Monkey Brown Monkey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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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